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今天继续来分享实证发誓命令 那么我今天并不是来分享这个实物的命盘 我今天是来讲一个准则 因为我发现很多网友程度可能 这个有时候我实误论的这个命盘因为它的基础不深 所以有时候听的时候没有办法很深入了解 所以我觉得有需要把一些准则再做一个整理 跟各位做个分享 那我今天先来讲一个主题是有关于女命的 这些论命的一个准则概要 所以我这个标题就是女命的概要 等于是未来这个各位在问婚姻感情这个部分 在女命这个部分 那到底一入手以后到底要看什么是重点 那八字其实非常复杂 绝对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的外 但是一入手以后最少你重点先抓住 这个人主要他的现象是什么 那这个人的性格有什么特征 这个人在六七上面在本命里面一看 基本上就可以了解一个大牌 所以我特别在我笔记本里面 我笔记本非常多 特别整理几个重点 我希望对各位在未来在论女命的时候一入手 能够很快掌握一些重点 那么当然这些都是一个准则而已 并不是说只要落到这个样子 这一定是这个女孩子一定这个样子 那要看他本命大运牛年的组合所产生的变化 这个是变数还是很多 但是基本上这是一个概要 等于是你在论女命里面这是一个基础 这个基础不了解的话 其他就免谈了 那我大致上先分这六点 那我今天讲的是第一篇 女命我还会再讲第二篇有关于桃花部分 我大概就要讲一堂课 那女命大概这六点是各位第一个必须了解的 那我第一点就跟各位讲 那么女命一入手又一个重点 以轴为辅 以刚为栽 以轻为起 以轴为鉴 这是四个一个很简单的重点 那么女命 我过去在很多视频里面讲过 我也举过很多例子 女命绝对不能太强 男孩子可以强 生强生亡没有关系 因为男孩子要强才能够认财官 他才能够有所作为 但是女孩子命只要一强就操劳 所以我过去也讲过 运动生强早行福祉 所以女命要以轴为辅 尤其是因日主的女命 绝对不能太刚 所以古法里面有一句话 女命因柔而未柔 位居高位婚姻仇 那男命因刚而未刚 虽然有贵也平常 所以女孩子命轴 或许比较好命 所以以轴为辅 以轴为辅 以刚为斋 这个女孩子八字只要一抢 像我过去看过一个人 他是甲木的 他地支就一个毛 就是阳刃 那还有一个臣 那么刚好走到眼的大印 眼毛成立会合 那个大印发生什么事 一大堆事情 先生的重病重风 那这几年也为了财务上问题 没有办法 背着去上班 也非常辛苦 辛苦的十几年 就是运万身强 早行夫子 以刚为斋 本命已经够强 再走到很强 等于是上天 就要让你操劳 这以刚为斋 那以轻为起 当然八字要很轻的不容易 两局成相 三局成相 这种八字不多 一般真的很轻的八字 都是特别格 金白水清 润下格 趋直人寿格 从格格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架设格 这个不容易 不容易 那以轻为起 一般如果说八字 是这种格局的话 那就奇人 以轻为起 那第四个是 以轻为见 这八字 我过去跟各位讲过了 不要混 不要混 第一个女孩子 官杀不要混茶 食伤不要混茶 正偏才也不要混 对不对 正偏命 最好也不要混 只要有一混 食伤一混也都有事 子女都有事 所以这个是一个准则 是一个准则 虽然这四句话 但是也可以 一眼就看出来 这女孩子到底 她到底她的特征在哪边 那么第二个呢 现在跟各位整理一下 女孩子硬多则孤 硬多则孤 那么硬多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话关上 我过去看过 食物上面有看到好几个名照 像有一个看到他 他本身也是假目 天干都是水 那么他现在呢 在一段时间以后就怎么样 就生病 生虫病照 上一次我也在食物论命 也讲过一个 第一支会 第一支会印的 先生因为车祸走掉 硬多 第一个话关上 那硬多呢 会致辞伤 所以也会比较容易损儿子 比较跟儿子比较没缘 所以他当然 先生儿子都没缘的话 那个孤嘛 就孤独嘛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呢 你要是财太多的话呢 财多则瑜 这古法上它是财多则瑜 其实财多的话 可以加一个字 财多则贪 我看过很多 食尚很旺 旁边有财 旁边有官的这种贪婪 他会比较贪婪 那当然财多 为什么古法 财多则瑜呢 因为财多会坏到硬 贪财坏硬 那硬也代表你的智慧 代表你的正规的思想 那么你破坏掉 尤其是第一个大硬 第二个要练走财 天干有硬的 多半都不想练书 所以财多则瑜 这个是古法上面说的 那么第三个是官多则贱 这个我就不要不用重复了 官杀混杂一大堆 女儿子的特征怎么样 感情复杂 招架不定 今天要这个明亮那个 所以古法叫官多则贱 伤多则害 食伤一大堆 尤其是会合的 就会有害 害当然啦 第一个 会害到先生嘛 因为伤官客官嘛 那第二个呢 其实食伤混 食伤很多 尤其是会合的女孩子 我过去看过好几个 他走到 野卯成一三会 他认识 走到野卯成三会 那段时间干嘛 可以去整形耶 伤害器官耶 整形耶 所以一般食伤如果 混杂大育也比较容易生病 得害 所以害到先生也害到自己 那么再来是 笔节多征服 这个过去讲过了 笔节征透必征服嘛 因为他笔节脱在天干 一定会走到官杀运来合嘛 那被 你的官杀被笔节合走 那就是征服嘛 对不对 你先生被征走嘛 那么再来就是 酷多则损 虎法是讲说 酷多则虚啦 我把它改改成 酷多则损 酷多则虚的意思其实是 假设你第一次是财库 那财库一个是最好 如果是两个 我也讲过了 一财 一酷是酷 二财 二酷呢 分散 三酷就好散 对不对 那是指财库 但是如果说你的酷 并不是财库的话 就容易会怎么样 损六轻 酷多则虚 酷多则损六轻 这个 这个是百分之一百 像我今天早上才看到一个 新日主 他帝制呢 有一个丑 两个位 等于是 两个位来冲一个丑 所以我断的时候 就跟他讲说 你是不是很小 你妈妈就出事了 这没错 因为那个丑是他的印啊 两个位来冲一个丑 那当然他妈妈会出事嘛 所以他说小时候 他妈妈呢 就是因为忧郁症 结果呢 自杀走了 酷多会损六轻 所以女孩子 很不喜欢复心入酷 复心入酷 就会喊几角问题 对不对 第一个呢 夫妻感情很不好 那么再来先生找走 或者是嫁给那种先生 或者是当家的妾嘛 复心入酷 在 没办法的 没办法在外面嘛 透于天干险以外嘛 对不对 所以他 当妾 妾命 所以复心入酷 老棍交娘 过去我也讲过了 那么如果时伤入酷 也是比较容易损儿子 这两个现象 所以酷看他到底是损在哪边 那么再来 破多则无情 各位再看八字 破跟害这两个字 其实经常会有一些 很不好的事情发生 这个我在印证上面非常多 那古法里面有一句话呢 南带破神呢怎么样 破败儿 女带破神破娘家 那破里面呢 有只有破五毛破 丑神破跟未须破是最厉害 那么带破神的人 其实也都比较没有无情 所以这个是古法没有讲 我自己把它写出来 破多则无情 那个人的本身也比较无情 像我认识的有一位呢 他是盯火的 地支就只由破 这个人非常无情 过河拆桥 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破 破也他自己 地支那些形状刻破的人 也比较容易无情 破多则无情 那马多则病 马多则病 各位知道这个马就衍生死害 衍生死害四个亿 基本上都是五行的病地 像甲木 它的病地要四 那火土的病地是在三 水的病地是在掩 对不对 所以呢 因为你地支只要有做病地 尤其在死之日之做病地 你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容易 当然容易有病 马多则病 所以这个过去我也看到很多 像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一位 他地支有上个亿 乙木的地支有两个四 那么这样一个亥 那这准备上个亿马呢 他什么病呢 他严重的低血压 他严重的低血压 那当然 以沐的那个亥是硬嘛 两个四冲 他妈妈很早就 就走了 而且是不好的方式走的 我不要讲 所以呢 这个马多则病 自己也会有病 自己也会有病 因为那个就是病地嘛 衍生死害就是病地嘛 那么再来路多 古法里面讲的路多则平 路多则平 但是我的印证里面 如果说只有带两个路 那带那个路本身呢 也是他的牺牲 也不一定会很平 但是呢 有点印证度比较高 我把它改成路多则老 一定辛老 比方说你身在更近 地支有两个深的 即便你很会赚钱 也非常劳力 为了事业到处奔忙 义嘛就是奔忙 所以这个印证度比较高 所以古法也有些地方 我把它做一个变动 让各位参考 因为这个都是我实物印证 所得到的结果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就是说 八字一入手以后 各位看到 八字多冲得多变 只要冲他一定变 不管是丑味冲 持续冲 衍生冲 事态冲 毛原冲都一样 因为一冲 他就会遇到来和的大怨 那一定有事啊 当然这个事不一定是完全不好 但是多半都是会造成 人生的一个波动起伏 看人生多变 那么再来八字 和多的话好不好呢 和多则我们认为叫多事啊 事情比较多 古法里面有一句话 我要对女孩子 和这个字怎么解释 三和六和多呢 命不发而多 而多媚 命不发而多媚 媚的惨媚的媚 那个媚的意思是取悦奉承 奉承迎合的意思 女孩子做和多的话呢 耳根轻容易受到吸引 比较容易心不定 对不对 心不定 那么和多则多事 我们讲多事 当然有好也有坏 那暗和多一定会有暗情 过去在事物里面讲了很多 暗和也要注意 好那再来呢 第一次如果行多则多优多利 行多嘛 对不对 除非是我过去讲过很多的行贵 行贵当然了 行贵也是有很多事情要优利 但是它结果还是好的 那有些人不是行贵 他一定呢 如果行到年月主上多事 对不对 行到他自己的话呢 当然他自己一定忧虑的事情 行多则多优多利 那么再来贵多则心不定 这个我过去在食物论面也讲过 你为你还只能一位贵人是好命 两位贵人心不定 三位贵人为宠帝 所以贵多心就不定 心就不容易定 和多贵人群歌善舞 我过去也讲过了 贵人又多和 和来和去 那这种有时候落空城的机会就很大 男孩子其实贵人多也不是很好 我过去也讲过了 男命贵人多则殉而无至 古往里面叫殉而无至 等于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 为什么他老是觉得说有什么事情 人家就可以帮我处理 所以呢贵人太多 殉而无至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那第四个我跟各位讲到神煞 我过去一直跟各位灌注概念 五行冲克为正宗 参考神煞断吉凶 其实神煞有某一些神煞 其实印证度非常高 各位不要忽略掉 那女孩子这几个神煞 我认为是比较忌讳的 比较忌讳的 第一个就是九丑 那当然八专也不是很好 八专也个性比较强 比较容易凝复 那九丑是比较糟糕 我过去认证里面 九丑公姑寡合 那么戴孤兰煞 这个我就不用讲了 这个孤兰日那一天 孤兰日那一天 总共好几天 戴这一天的孤兰煞的话 比较容易怎样 孤寡 再嫁守寡之命 先生着手 不离就先生着手 这种命 那么铁板煞 这个我过去也举过例子讲过了 这个容易容易 二分三分的命 叫铁板煞 寡树 这个尤其是在月之或者是日之带寡树 这个就非常糟糕 阴坐羊叉日也不太好 这一天的话呢 比较容易跟婆家关系很不好 公姑寡合 那么再来就带刘侠 我的食物的匿名 女孩子如果带刘侠 这个刘侠又是她的食伤酷 酷或食伤酷 然后又再日住 又再食住 又再食住 那么这个女孩子一辈子一定会 发生流产的事情 像我前段时间看到你乙木 乙木 那么她的食肢就是丙虚 那么虚就是食伤酷 那么那个虚又刚好是她的留下 那么结果在哪一年 就是在丙虚年一浮饮 一饮动 那一年她流产 怀孕快要生的时候死胎流产 所以但留下尤其在食住 是100% 在食伤酷的话更重 一定 因为当然一定会来冲 那么另外呢 比较容易落封层 是这两个神沙 桃花沙跟山花沙 这两个神沙是很容易落封层 那么再来就是带奎侠 女孩子奎侠 一般女孩子带奎侠的 我过去在食物论面也讲过 女孩子都漂亮 但是个性比较强 这种八字有时候比较会凝夫 我们说的凝夫 那尤其是女孩子如果说 更成更去这两天呢 是更糟糕 那个叫绝夫抗 那个绝夫抗 所以女孩子带奎侠 一般做事业 事业会比较好 但是反而婚姻都比较不好 那再来就是阳阵 女孩子递之最好 尤其是日之 食之 不要带阳阵 阳阵在的位置一定 那个六亲一定容易有事 因为他是一个雄生 那再来呢 我过去讲过 阳阵只要带河 就是 就是桃花嘛 就绝对就是桃花嘛 像那天我看到一个悟土的 地支里面就有个五嘛 那现在走到演运 我说你现在有桃花 这个答应桃花蛮多的 都也有 确实有啊 所以阳阵一带河就有桃花 那三不五十就会来合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阳阵 阵阵多对女孩子来讲 他也会变成以钢为栽嘛 对不对 这个是 这个是都不好 所以这几个神仨 各位要特别注意 那么 第五个我讲话就是 女孩子嘛 当然是希望 夫容只贵 夫容只贵 有一个好的子息 健康的子息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女孩子 五行如果变故的话 就不容易会有小孩子 不然就生了小孩子呢 身体非常弱 很糟糕 特别病痛特别多 火炎土灶 金含水冷 水饭木糊 土金的私众 那个都是 这四个是五行编故的命 比较不容易生小孩子 这我相信很多人 大概都知道 好 那以上这五点都是不好的 那第六点我要讲一个好的 我过去 我过去曾经就讲过一个口诀嘛 对不对 食神入望有财心 只贵夫贤 理罪名 这个是我过去 在食物当中就跟我讲过 我今天再补充一句话 其实它下面那句话是这样子 食神得路才清朗 夫容只贵四宣朗 女孩子呢 如果食神得路 所谓食神得路 那天干又能够透财心 对不对 比方来讲他认水 他透起来没有 要旁边有丁火 对不对 就食神入望财清朗 夫容只贵四宣朗 他一定是嫁给那个先生 能干有作为的 那么小孩子呢 也都能够成器成才 有出息的 叫夫容只贵四宣朗 所以各位记住这两句话 食神入望有财心 只贵夫贤你罪名 食神得路才清朗 夫容只贵四宣朗 所以你要看女孩子 到底他嫁的先生好不好 就看这句话 你把它印证下去 把它对上去 就知道他先生 跟他的儿子也没有出息 那如果相反的话 财官败爵 食神弱 夫容子里暗无光 这个刚好是古法里面 刚好是相反 财官败爵 八字呢 财很弱 或者是脱外天干地支 都没有地支 或者是落空网 或者是被冲破 那官坐在爵位上面 那食神非常弱 或是入库逢冲行 这一类的 就变成 夫容子于暗无光 所以 我想这六个准则 是让各位 就是说一个女命 一做命以后 本期八字排开 先可以看出一个重点 这重点 到底你还是带你 它的特征是什么 那么再配合 他的大印的起伏 流年一个组合 再来断 他的整个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相信这样来看八字 会比较精准 会比较精准 好 我希望对各位在学习八字过程里面 对女命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比较基础上的 一个认识 我下次会讲桃花 应该是他在第二 好 谢谢大家